诈骗集团横行连政府机构都沦陷 蔡总统昨天出席了111政府专属简讯平台 启动记者会又搞了一个平台了 大战政府打诈不松懈 总统说打诈就好像是防疫一样 必须要团结合作 这个111的短码简讯 能够让民众快速清楚来辨证这个简讯的真谓 可以避免落入诈骗集团的陷阱当中 内政部长林又昌也说 政府积极打仗 成长的趋势是已经趋缓了 比方说像是新加坡 德国 英国 反而他们的诈骗案件可是好几倍的在成长 所以警政署也赶快公布了 根据统计说我们的诈骗破案率很高 高达94.77%的诈骗案 通通都破案了 太厉害了吧 我们来看一下刑事局打诈中心的 他叫做直密黄国师怎么说呢 他说诈骗案件其实是属于叫做一般案件 重大刑案要查气到这个嫌犯至少达到二分之一才能够算是破案 不过诈骗案只要有嫌犯 盗案甚至是犯嫌有移送 其实就已经算是侦破了 所以是不是讲出了这个真相大白了呢 洪梦凯委员就说了所谓的破案率百分之九十几 那我们就问到底有多少的诈骗金额真的还给我们受骗的老百姓呢 好啦 诈骗集团如果说政府这么会打炸 应该气焰非常的低迷了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最近高雄阿辽的这个青龙宫就传出了 10月15号的上午7点钟 诈骗集团黑吃黑竟然开了十枪啊 连妙宫都被波及中枪了 那么另外呢这个在屏东啊 林姓男子被囚禁在一个公寮里面殴打呀 事后呢他坦承说是因为诈骗集团黑吃黑 26万是226万呢 起人内讧 所以呢他才被囚禁在工巢里面来打他耶 所以不断的还爆发这样的案件 诈骗集团的气焰真的有被我们的这个打炸行动给压制住吗 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这个立文 因为现在政府说打炸很厉害啊 破案率高达九成 问题是孟凯委员就问啦 那请问到底有多少钱还给我们的老百姓呢 不要民进党每次都喜欢玩文字游戏嘛 你们嫌台湾空污很严重是不是 我们就把那个空污的警示的标准把它改变啊 所以以后橘灯红灯就很少了啊 通通都绿灯啊 问题是你就看到烟雾弥漫啊 然后呢整个空气还是灰茫茫的 可是他告诉你说现在是绿灯啊 现在没有橘灯啊 你说缺电啊 说不缺电啊 你看我们被载容量啊 现在还有多少啊 问题是以前被载容量是20几耶 现在只剩下10% 他有跟人家说还有10%啊 好高啊 好棒棒啊 他每次就改变游戏规则嘛 改变计算的数字嘛 重点是老百姓的感受真的是这样吗 你要说我们呢 这个打炸有成绩也就算了 我们讲警政署真的非常的辛苦 我觉得给这些打炸的警员们 一些鼓励甚至于奖金我都很支持 但是你说9成 你说破案率已经超过9成 而且94.7耶 95%都破案了 那台湾现在就是没有诈骗的意思了嘛 如果你遇到诈骗的话 你不是只有倒霉而已 是倒三辈子没你才会遇到诈骗 不然你看95%都破案了 你还会遇到诈骗 你这个跟我们老百姓的感受是完全相违背的 你怎么好意思讲呢 那你就是因为你用破案的标准这么的低 所以你的破案的这个比例才会大幅的增加 不要玩这种自欺欺人 掩耳盗铃指路为马的游戏嘛 那你这个政府的公信力 之所以会荡然无存的原因就在这里啊 你告诉老百姓说 有我们现在这个房子都便宜啦 怎么会房屋很贵买不起呢 他说那年轻人说我们都买不起啊 你去嘉义县买你去看看嘉义县的房子多便宜啊 那所以我们全台湾的年轻人都去住嘉义县吗 请问一下民进党 所以你不只是数字造假改变标准 用这样的方式只是会离民众越来越遥远 而且跟我们活在平行时空里面 然后当民众继续讲说诈骗很严重的时候 你就说这个民众这个是故意颠覆政府 制造社会混乱 对不对 制造假消息抓起来叫警察 那最后不是去抓诈骗 是抓说我被诈骗的人 不是这样子吗 所以你有臭鸡蛋你剖起来 结果呢 你不是去查那个 为什么会卖臭鸡蛋的人 为什么臭鸡蛋流到市面上 你去查那个买到臭鸡蛋的人 现在政府不就是这样吗 完全本末导致民怨沸腾是有原因的 而且不是一天两天 是好几年累积下来的 现在民进党就是很喜欢用这一招 每一次都用这一招 所以只要他有说有政绩的时候 你保证他那一件事情一定做得非常不好 他告诉你说我社会住宅 现在已经全部达标 他告诉你就保证他社会住宅 一定是跳票 这就是民进党嘛 所以他讲的 你就往他反方向讲就对了啦